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7月9日 昨天是星期天 独播点评节目停播了一天 那么前天呢 在这个节目当中啊 批评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啊 那么有很多网友 给我发了一些私信啊 发了email 有的赞成啊 有的反对啊 有一个网友好像是 比较这个 崇拜李克强啊 那么对我进行的挺严厉的批评 批评很正常啊 包括我批评李克强 批评中共的其他领导人啊 还有一些 这个各方面所谓成功人士啊 我经常批评别人 那么别人批评我 我认为都应当以良好的心态啊 对待 所以说我从来不删除 这个网友给我的留言啊 大家可以看在那个YouTube网站上 我发的视频已经 这个历时一年了 那么总的点击量已经达到了600万 订阅是12000多 那么可见这个 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啊 当然和那些同行们的比较 我属于中等啊 不算是最多的 但是也得罪了很多人啊 那么我不删给别人的这个留言啊 就是因为基于我的这个一个这个主导思想 就是言论自由啊 每个人都有表达这个言论的权利啊 至于对和错无所谓啊 那么今天呢 我还要批评一个亿万富豪啊 我看到这位目前非常走红的啊 这亿万富豪叫刘强东啊 一个年轻人啊 首先肯定了不起啊 如此年轻就能成为一个 这个纵人所目的亿万富豪啊 那么而且 他的这个生意啊 好像是站在这个科技前沿阵地啊 在这一点上应该首先肯定啊 但是我认为啊 这个刘强东目前 这个我也想给他泼泼冷水啊 今天看到刘强东 有一篇文章啊 讲到什么呢 讲到清华大学啊 说是搞了一个这个庆典活动啊 清华大学现在在7月7日 说是有一个叫苏世民书院啊 2018毕业典礼啊 我不太了解啊 这个书院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也没从网上查阅有关资料啊 因为时间有限嘛 说东京集团啊 京东集团啊 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啊 叫刘强东 所以作为一个特要代表啊 特要嘉宾啊 去出席这个典礼啊 而且面对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啊 一共26个国家 100多个毕业生啊 康康尔泰啊 他发表了一篇红论啊 那么他主要讲的内容 讲到什么 讲到说从这个人工智能啊 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啊 到无人机 无人舱 无人车等等 这是一些前言科技啊 这个刘强东呢 就介绍了这个 他公司的一些情况 他一些战略的构想啊 这个等等啊 那么当然了啊 应该承认 这个年轻人很有作为啊 这么年轻人把企业搞得这么红火 这一点也我再一次强调啊 千万不要打击他的基金性 但我认为啊 刘强东在这个 这个演讲当中啊 提到了什么呢 提到的一些就是发展 这个科技的问题啊 我认为他的想法啊 这个非常这个好啊 但是啊 不太适合中国的国情 至少在未来的啊 这个五年到十年内 我认为啊 他这些东西啊 这些想法 这些构想非常浪漫啊 不过啊 基于中国的这个法治情况啊 还有中国的这个 这个人口众多啊 劳动力啊 这个互相竞争的 非常激烈这个现实啊 就业这个形势严峻啊 这样的现实了 恐怕要暂缓的执行啊 我们不妨举个例子啊 他说这个 他怎么扶贫呢 他说啊 他推出了一个扶贫的项目啊 叫这个跑步鸡啊 也就是说呢 这个他把这个鸡苗啊 这个分给这些贫困的家庭啊 因为这些家庭都处在一些偏远的山区啊 说是 这个一户给个一百只到两百只鸡苗 然后就让他们放养 不是人工去喂养啊 这个让他们随便的 这个在山上自己觅食 那当然肯定是 如果能吃饱的话啊 那肯定是将来就是一个 我们叫东北话叫六子鸡啊 那就绿色食品啊 没有这个人工饲料的喂养 那肯定是 这个不存在一些残留的问题啊 那肯定是算是一个 这个一般人非常这个 这个愿意啊 享用这样的一个鸡啊 但是呢 他说这鸡走到一万步的时候啊 他就回收三倍就回收了 然后他就讲到这个 可观的这个前景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我看了一会儿啊 根据我上个师弟在国内啊 做新闻记者 经常上传下乡啊 解锁了大量的这个 这个弱势群体啊 特别是乡下那些 种田的农民啊 和养鸡啊 这些农民啊 我觉得 他恐怕很难适合中国的国企 首先什么呢 你说这些鸡 你放养的话啊 村庄里面那个环境啊 并不是很安全的 据我所知啊 那些邻居互相之间啊 还有些外来人 那么到了这个村庄时候啊 这个盗窃人的这个 家里养这个鸡的情况啊 是逼比皆是啊 此外还有什么 还有些小动物啊 他也伤害这些鸡 那么能不能就是说 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啊 就像他想象那样啊 这个能够 这些鸡走一万步啊 我觉得的确是一个问题啊 而且什么还有一个 你说你这样散的放养 如果他死掉了 或者是丢失了 这怎么办啊 你给了他一百只鸡啊 到两百只鸡苗 实际上能存活下来啊 能走到一万步的 一百万步的 我认为也恐怕 百分之五十都达不到啊 这是一个问题啊 那么还有一个呢 你这个回收是按照三倍的价格 那就说明什么呢 可能你分给农民这些鸡的时候啊 也不是无赏的 是给要了钱了 对不对 农民要拿钱买你这鸡 你是三倍 那你卖的时候是几倍的钱呢 那肯定是你作为一个民营企业 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啊 虽然表面讲的冠冕堂皇啊 讲的是扶贫啊 这个等等啊 你抢得再好 你作为民营企业 你首先要生存呢 你要有成本 那么你三倍回收过来 那么他这一百只 由于被别人偷别人抢啊 或者别人这个动物伤害 已经剩下五十只了 然后再加上三倍 你算算吧 最后这个是个什么账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啊 好像啊 这个宏伟的目标 描绘得非常美好 但实际上 真正落实了相当困难 我不太清楚啊 那么就是说这个刘强东啊 搞这个跑步机啊 目前在实践当中落实了怎么样 他说呢 我们帮助贫困地区销售了 超过二百亿元的产品啊 同时还帮助了超过五万户最贫困的家庭 到底这些数字真的是假的啊 是否能得到落实 我觉得恐怕也是一个大忽悠啊 完全是一个化病冲击啊 并不是像他这样啊 因为我接触了很多的这些乡下的农民啊 特别是那偏远的山区啊 那么有些地方可能自然环境好一些啊 自然环境也呢比较好 那可能这种所谓的啊 跑步机可能是 这个还可能实验实验啊 或许能够成功 在一般的情况下 农村啊 在我意想当中啊 如果说这样的 这个不去管理他啊 不去喂养他 让他自己怎么在闲庭散步啊 这个非常悠哉悠哉的 一直走到一百万步啊 然后你就回收 我觉得这东西真是化病冲击啊 根本是不可想象的 不可能实现的 所以刘强东这个所谓的啊 通过这种跑步机 游水压 飞翔哥 这项目给我感觉啊 就像写一本 这个幻想小说啊 非常的美好啊 但是实际上的生活当中落实啊 太难了 那么这是一个啊 另外一个呢 他还讲到的时候呢 讲到这个科技前沿的问题啊 当然我对这些人工智能啊 大数据云计算啊 还有物联网 这个东西啊 对我来讲啊 这是一些这个既新奇啊 这个又非常遥远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啊 那么目前当然科技发展很快啊 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可能看到这些东西觉得非常惊叹啊 反正是我不太了解 但我觉得啊 他所讲的就是这种无人奇异啊 这个用这些东西啊 来这个搞物流 这个东西啊 不适合中国国际 因为你想 你想一下 中国现在目前有多少个快递小只啊 据我所知 恐怕啊 在每一个省市都有很多的人啊 就靠这个快递这个业务啊 就维持啊 这个温饱 也就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啊 也就是这个市场 非常的庞大啊 尽管还是成本很高啊 风里来雨里去啊 这个送这些东西的小哥们啊 的确是非常的 这个生活非常艰苦啊 但是不做这个做什么呢 因为他们本身 这个又收到这个条件的限制啊 一个是普遍的 就是人们的这个教育啊 文化素养并不是太高啊 另外就业这个环境啊 竞争非常的激烈啊 而且社会有很大的这种物流的需求啊 这是一个很大的生意 一个市场啊 那就说这种无人机啊 如果说就发展起来啊 从这个轻型的到重型的等等 这个的确是 是未来的一种发展方向啊 但是假如你这方面 如果发展的速度太快的话 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啊 你很难解决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就业的问题 因为你有了这个机器之后 并不是像刘强东讲的啊 人们都可以那么美好的 坐在房间里 看着壁路电视 就可以控制这些所谓的物流啊 那个这个就要解决一个什么呢 就是要这个增效减缘啊 也就是老板有了这个机器之后 肯定就不需要那么多的工人啊 那么大量的工人就可能下岗了啊 虽然你这个机器 这个提高的生产率啊 但人却普遍的事业了 有一些快递小哥啊 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呢 你又不能很快的啊 使他们转入其他的领域啊 因为这个东西要社会统一的规划啊 我觉得恐怕也是实践起来也非常难啊 而且很可能啊 在最初你搞这个所谓的 这个无人机送货这个业务的时候 还面临了一个什么 就社会这种交通环境的问题啊 因为中国啊 这个根据上个世纪 那当然我现在目前离开中国啊 已经快十年了啊 可能思想意识已经落后了啊 据说中国现在发展很快啊 法治上比过去要健全 那么交通啊 要比过去要好 这我都承认啊 特别是据说是安装了很多的电子眼啊 人脸识别系统等等 就社会治安比过去好一些啊 但是你毕竟啊 中国地域广大 各地发展的不平衡啊 大部分的省市啊 这些自治区 那些地方啊 也就是在交通方面 还是这个不太理想 有很多问题啊 那么你遍地都是这些 这无人 无人机的送货啊 那这个具体 这个操作起来 虽然是人在监控它啊 就是电脑在监控它 但是你不能保证啊 他不出这个 这个意外事故啊 一旦出了事故怎么办啊 所以我觉得 像刘强东讲这个啊 所谓的 先是搞这个 用机器人来 这个运送包裹啊 先是清醒 然后纵性 以至最后还能 搞无人机飞行 超过12万公里等等 我认为啊 这对中国来讲 都是遥远的一种梦想啊 根本不切实际 眼下考虑是什么 怎么能够啊 就是发展 一方面啊 在科学研究方面啊 去搞一些这个 这个长远的打算啊 另一方面 是能够就健全目前这种啊 就是为这些 这个送货这些小哥啊 就快递小哥 给他们创造一个 好的这样的环境啊 适合他们生存的环境啊 而不是啊 像他描述这样的 遍地都是这个 无人机啊 那么人们都会 悠哉悠哉的 在房间里 看着这个 比如电视啊 就可以到处 很多的时间来啊 陪自己的家人 享受着幸福的生活啊 我觉得刘强东啊 这个像这些 大学生们啊 描绘这些事情啊 可能在过 几十年之后啊 那么就是说 在座这些 这个所谓的啊 这些精英们 他们可能能够就赶上 在眼下 中国这个 目前这些 快递小哥 恐怕 给他们 马上就那么 建造实惠啊 这真是啊 这个恐怕是 一种这个梦想啊 所以说 今天我看到 这个消息之后啊 我首先给这个 刘强东啊 这个破坏冷水 我觉得啊 他这个公司啊 给我的感觉和 有些这个 明星企业办公司 不一样啊 他搞的好像是 未来事啊 太遥远了 这个搞搞科研呢 还是可以的啊 搞搞科幻的小说 科幻的故事啊 鼓鼓鼓鼓人们的人心啊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你真正的说 眼下就要落实 我认为这个 实在是啊 这个 这个可遇不可求啊 只是好看啊 并不好用啊 而且搞不好啊 可能还激化啊 这些失业的啊 普通的这些 快递小哥 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啊 搞不好 还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这是我看到啊 这个刘强东 今天在这个网络上啊 这个搞了这 发表这样一个演说啊 我这一个 也是一个狭义论啊 也可能 这个刘强东 这样年轻人啊 这个精英啊 这样人才 看了以后 这个视频 觉得我很可笑啊 但是我看着 他这个演讲啊 我倒觉得 他这个人啊 其实有点可笑啊 那么这是有关 啊 刘强东 这个毕业典礼啊 演讲的一些戏文啊 我看到以后的想法 仅供啊 读者们这个参考啊 那么另一个呢 再来谈谈 这个有关的啊 这个王岐山啊 王岐山现在也是一个 海内外普遍的啊 这样谈论的一个 这个焦点人物啊 我们知道这次呢 这个中美这个贸易战啊 现在如火如荼啊 过去是这个网上啊 就是川普啊 只是拿出一些这个 在绣鸡肉啊 只是讲些这个打算啊 制裁中国的打算 那么现在 已经从7月6号开始啊 那真正的是 双方是正式开打呀 那么这次 这个 对这个关税啊 这惩罚性的关税啊 提高了25%啊 针对的是340亿 这个商品啊 那么这一点的确是 这一拳出的也是很重啊 那么 网络上就有一些消息了 我看到 有很多人就是说 希望啊 就是王岐山能够站出来啊 能够就是说啊 这个参与这次啊 这个中美这种 这个贸易洽谈啊 但是恰恰人们从海外媒体当中 目前看到的信息啊 这个王岐山始终啊 没有就是说 这个取代这个刘鹤的这个位置啊 那么非常明显啊 我过去曾经多次讲过 刘鹤呢 过去和习近平呢 都是在一个 这个少年时代 都是好朋友啊 就发小 都在活动着体足球 又是同学啊 后来他到哈佛留学啊 那么这个人 也取得了一些学位啊 应该讲也是一个 这个精英人才啊 但是呢 针对这个川普啊 看来 刘鹤这个经验不足啊 于是很多人 就把希望啊 寄托在这个王岐山身上啊 好像说王岐山如果露面的话 就能解决这个 纵美的贸易冲突啊 那么当然了啊 王岐山不可否认啊 过去建设银行啊 当过行长啊 那么在国家有关 这个金融改革方面啊 就王岐山也是 过去曾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啊 这方面网络上都有很多的消息啊 我也不是去 不去这个重复啊 特别是王岐山在这个 处理广东省的啊 这个一些这个疑难问题啊 金融领域的疑难问题啊 这个确实是做过很大的贡献啊 还有这个北京的萨斯啊 这个他得到了救国队长这个胜誉啊 但是呢 面对美国这个贸易制裁啊 我觉得王岐山给我的感觉 目前也是啊 力不从心啊 今天看到这个 7月8号啊 德国之声有一篇文章啊 他谈到了这个王岐山 为什么迟迟没有露面的 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有些方面 谈论的还是有一些这个特点啊 有些道理啊 但是我想啊 很多这个媒体啊 都没涉及到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 也就是说呢 王岐山他这个 之所以能解决啊 这个国际贸易 以前存在这些问题啊 主要是因为他有一些人脉关系啊 那么过去据说他和这些 前美国这个财长啊 巴尔森啊 等人都有一些这个 个人的交情 以及啊 其他的一些啊 美国的政要啊 还有这个商业领域 一些大佬啊 之间都有一些 这个交情 那么这方面当然非常重要啊 但是我认为啊 这个美国和中国一样啊 中国之事由于制度的问题啊 造成这个贪官 这个腐败特别严重 那美国由于制度的限制啊 那么官员的腐败 就比较轻一些 但是呢 办事啊 恐怕也要花钱啊 我们知道 这个巴尔森呢 有一个这个基金会啊 那基金会肯定就要有一些收入啊 也就是说呢 王岐山 即使你再有能力 恐怕以前办事的时候 也需要有一些 手里有一些资金支配啊 能够协调各种关系啊 但现在的情况 已经发生了非常 这个大的变化啊 我们知道 王岐山 和这个海航的关系啊 遭到了这个 郭文贵爆料的这个指责呀 那么当然这方面 我过去也讲过啊 就是有一方面 到底真实性如何啊 人们存疑啊 但是呢 由目前这个海航集团啊 这个情况的变化 特别是这个目前这个海航集团这个啊 叫王健的啊 董事长的意外死亡啊 就非正常死亡啊 又是人们这个聚焦的这个企业 那么这个企业 你从表面看 那么过去是真是了不得啊 能够收购 就是德意志银行的10%的股份啊 还能在希尔顿酒店这个啊 也占有这个一定的这个股份啊 等等 你可以看出它是大手笔啊 似乎是这个企业经济效益很好啊 但实际上 现在根据一些网络的披露的消息啊 他也是负债累累啊 自不敌债啊 也就是说过去这个在国内 银行拿钱啊 然后在海外收购 那么现在国内的银根一收紧之后 在面临着啊 这个腐败 以及一些信息不透明的指控啊 那就说 王岐山目前所能做的 起的作用 我认为也是非常有限度的 首先 假如我们假定啊 就是海航 在这个海外这些 这些 这些资金啊 假如有一部分是 这个并不是属于个人啊 是由于 这个留给就是 中共啊 在海外的一些 就是处理协调啊 这样的 打通一些这个 这个美国啊 或者其他国家政要啊 这个来抹取 抹取 抹取 叫国家利益的话啊 假如是这样的话 那么现在 要用这笔资金 已经相当困难了 一个是 这笔资金 被很多人都盯上了啊 特别是海外媒体 聚焦这个 另外本身来讲 现在国内 银行也收紧银根啊 他也就是 这个也是啊 这个捉紧见肘啊 也是非常困难啊 那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 假如说你求任 美国财长 前财长 报告金 来协调你这个 和纵美这个贸易 那么你拿什么 打对人家 就靠讲空话 就有用吗 在国内办事的时候啊 企业老板 要求这个 官员办事 没有就是 就是 拿嘴去 求人的 都要给人送礼啊 送礼了以后 还容易留下罢柄啊 那么当这个 反腐的利剑啊 这个指向 背后的保护伞的时候 那民营器啊 就跟着遭殃了 那同样的啊 你在这个 美国也是呀 你就是说 如果手里有钱的话 可以拿出一笔来 给这个 鲍尔森的 所谓的基金会啊 这可能就 这个表面 开始比较合法啊 至于背后 怎么运作 也就很难讲了 但现在 即使是 就是说 王岐山真正出马 那么去找鲍尔森 我认为 仅仅靠这个 过去的老的面子 不给一点实惠 就能解决 这个问题吗 何况呢 川普本身啊 是一个非常精明的 这样的一个 由亿万富豪啊 转战啊 这个 这个政界 的这样一个啊 美国的总统啊 他本身就是 非常看得很透啊 也就是说 可以算出这些问题 那么 恐怕呀 王岐山 即使啊 长袖善武啊 能目前发挥作用 我认为啊 可能也是 这个比较困难啊 那么当然 刚才我讲到了啊 王岐山过去 这个 有一些 就是说 成绩啊 特别在金融 这个领域啊 他还是有一些 这个经验啊 特别是在 1998年 那时候到了广东啊 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啊 解决这个 一些疑难问题啊 这方面都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 应当承认啊 王岐山的确是 是一个啊 这个有能力的中共高官啊 也是一个啊 媒体聚焦的 有正义的 这个 这样一个官员啊 特别是 这个 他和这个中共目前 19大之后啊 搞的这个 政治上的 体制改革方的一个倒退啊 这个 焦点 就是国家主席 副主席 终身制这个问题上 连在一块啊 那么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也就是说 他能不能 就是说 手刀并除啊 如果他假如他出面的话 去求这个 班农啊 显然班农也 帮不上他的忙 因为现在川普和班农已经翻脸了啊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 王岐山啊 曾经和这个班农啊 见过面啊 也就在19大啊 这个召开这个前后这期间 也和这个 美国驻华大使啊 也就 也这个 交流过啊 都有一些 这个做了一些工作 但是呢 真正说目前 这个面对现在目前这种 复杂的 中美关系 这种局势 我认为啊 他可能啊 要活跃的啊 这样的一个协调啊 这样的一个空间呢 也恐怕也是非常小啊 我们知道 现在美国对中国这个 一方面是贸易战啊 在这个经济方面 另一方面呢 在台湾这个问题上啊 美国现在态度也是啊 倾向于支持者 蔡英文的啊 我们看到 最近有一条消息啊 这个非常的这个敏感啊 就是在7月7号啊 两艘军舰 美国军舰啊 他而皇子的啊 就穿过了台湾海峡呀 那么当然这两个军舰 都是这个 主力驱逐舰啊 去以我这个防空的功能啊 又有反舰这个能力啊 那在这一点上 特别是敏感啊 那么过去 我们看到中共一些官媒啊 总之讲了很多的大话啊 有的甚至提出 要武统台湾等等啊 但是你看 7月7号 人家这个军舰 从这个台湾海峡 试过啊 那么 中方这边也是啊 只能喊两句恐吼啊 也不敢和人真正正面 去冲突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啊 还是就是说 过去啊 这个汪洋讲的好啊 就中国和美国这个关系啊 处理的基点 应该是什么呢 把它当成啊 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啊 一定要处理好啊 没有别的选择啊 那但是啊 我认为 现在啊 给我感觉好像是 总共这些权力核心啊 对这个中美关系啊 这个如何再处理 我认为啊 有一些误判啊 恐怕采取这个措施 应对措施啊 恐怕是帮到忙啊 比如说 昨天我 前天我提到了啊 就李克强 到保加利亚去啊 到欧洲啊 我看今天 李克强又到了这个德国啊 这个去见这个默克尔等等啊 看来 给我的感觉啊 就李克强 他这个 还是想什么呢 就是说 拉住啊 拉拢这个欧洲这些国家啊 东欧这些国家呀 这次他们搞到16加1这个 这个 峰会啊 等等 那么团结这些国家 当然有必要啊 但是 和美国去进行冲突啊 我认为啊 你靠联合这个啊 欧洲这些 中欧和东欧这些国家的办法 恐怕也不能解决问题啊 因为美国这个国家的经济势力太强大了 而且这 这个地域啊 也是比较大啊 人口也比较多呀 是唯一一个和中国啊 这个等仗器官能够抗衡的 而且亚国中国一头 这样一个国家呀 那么历史上 中国和美国也发生过军事冲突啊 当然这是间接的啊 这个 这个朝鲜战争战争上啊 我过去也讲过啊 那么事实证明啊 就美国和中国啊 这个 应该是做朋友啊 不要开战啊 不要这个争斗啊 争斗肯定两败俱伤啊 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啊 所以说 你再和这个 这个德国默克尔啊 还是这个保加利亚总理啊 等等这些人搞 搞好关系啊 我认为不能解决 中美冲突这个问题 中美这个贸易啊 最主要就是什么 要研究 究竟人家为什么现在对我们这样 以前不是这样啊 为什么在十九大之后 这个新的啊 习近平系列团队 这个掌握了中国所有的权力之后啊 又搞了国家主席的终身之啊 这样的之后 发生这个事情 那么可能原因很多啊 当然也有美国这个方面 有一些政要啊 有些商人啊 有些智囊 要制衡中国 这个因素肯定有啊 但是我认为啊 最主要还是什么呢 中共啊 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啊 越来越是什么呢 党管一切啊 什么都在党的领导自下啊 昨天前天我也讲过啊 甚至是这个中兴公司啊 在人的逼迫下啊 已经换了班子 最后还是选一个西安微电子的党委书记啊 而且还要把这个消息啊 公布在网上 让美国人知道 那美国人最怕的啊 西方这个最怕就是 你这个党领导一切 因为你党领导一切 那肯定就没有独立的司法啊 你办事如果少规矩啊 就肯定对人家造成了威胁啊 这一点已经教训非常深刻啊 但是恰恰在这个最最关键的问题上啊 中共这个 我认为啊 目前啊 可能没有完全的了解 美国在怎么想啊 就美国商界啊 在怎么想 美国的川普啊 在怎么进行决策啊 在这方面啊 好像是没有做到知己知彼啊 你不知道人怎么想 你当然了 你就对着干 对着干 忙干啊 肯定就会步步的出错啊 你包括李克强这次到这个 保加利亚去啊 我在前天一个视频节目当中 也批评李克强了 那么今天我还要再讲几句啊 你就人家拿出一个地图来 不到五分钟啊 提出要搞一个核电这样一个项目啊 马上就达人啊 就非常的清脆啊 你这样做本身来讲啊 原本习近平对这个共青团派啊 就有一届啊 对李克强就采取这个派系 就采取一致的态度 再一看你独断专行啊 那么下面的人再回去汇报啊 这个那可能习近平听了以后 就是感到不高兴啊 一定是这样啊 因为像这样的核这个电站的啊 这样的核项目啊 这样一个规划呀 设计的资金非常的庞大啊 领域非常多呀 你作为一个总理啊 那首先要这个首先要请教这个核电子啊 就是核电啊 发电这个项目的一些专家 另外呢 还要请教了解保加利亚历史文化和法律的啊 当地法律的一些专家的这个意见 然后呢 你还要想一下啊 这个在运行过程当中 涉及到这个资金怎么调配啊 因为现在目前国内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啊 方方面面的都伸手向这个国务院要钱啊 资金吃紧 在这种情况下 你首先要解决啊 这个目前就是燃眉自喜 而不是什么呢 舍近求远啊 去搞那些这个大洒密烈这个行为啊 昨天这个前天一个视频当中 我也讲到了啊 如果说能够把这些问题都研究透了 那么看到这个项目啊 能够百分之百的赚钱 到那时候 你再能安排下半人呢 去落实 这样才能调动 这个国务院一般人的积极性啊 像这样清帅的啊 就是在一个 这个短 非常短的这样一个外事场合啊 第一次和人这个总理见面呢 你就做出这个决策啊 我认为啊 这个非常非常不慎重啊 一旦回去之后 习近平不同意啊 或者由于其他的原因啊 由于这个论证过程当中出现问题 这个项目宗旨的话 那么保加利亚这个总理就会认为 你李克强不熟悉呢 所以说这件事情啊 这种承诺啊 那真是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慎重啊 这些都说明什么了呢 说明目前啊 国务院啊 作为一个国务院总理啊 代表着国务院 没有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什么 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的问题啊 要仔细的研究啊 他现在看来不止这样 完全是什么 我看是穷于应付啊 拿不出好的方案 我今天看到啊 7月9号商务部啊 发表了一篇文章 新华网报道 他说什么呢 他说商务部应寻介绍缓解 中美贸易摩擦有影响政策的考虑啊 也就到了今天啊 人家都是已经从7月6号开始 已经开打了啊 已经拿出真枪实弹了 和你这个贸易战了 已经惩罚你了啊 多打340亿的商品了 那么商务部啊 才这样被动的啊 来谈什么呢 谈这个缓解矛盾的问题 缓解摩擦的问题 你想一想 他们做了点什么事情 这国务院根本就在 中美贸易这个问题上 是一盘散散 根本没有仔细的来研究啊 到现在为止才知道啊 要研究缓解的问题 现在已经不是缓解的问题了 人家已经开打了 是吧 你怎么去应对 所以这方面啊 我看到啊 这个中国目前这种状况啊 这个总之一句话吧 我认为啊 主要是中国人民 到现在没有民主啊 也就是我们不是啊 老百姓啊 靠我们这个 在这个宽松的环境下的啊 发自内心的 一领一票的选举我们的领导人啊 我们的总理啊 让他们为我们服务啊 而是由上级啊 这些权力的大佬们啊 他们这个进行这个权斗啊 在平衡点上 那么选择的这样的所谓的 这样的接班人啊 虽然后称是李克强经济学啊 但是应对啊 国际 国内啊 这些经济问题啊 完全是给我的感觉啊 不是力不从心的问题啊 完全是南云北辙呀 这样下去啊 怎么能够把中国的工作做好啊 那么这是有关啊 今天这个读报点评节目 这个原本我还准备了好多的啊 这个读者感兴趣的一些专题啊 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已经过去了两分钟啊 因为如果再讲下去的话 那么广大的网友啊 就会感到疲劳了 视觉都有个疲劳的这个底线啊 所以说只能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明天见